所以我們一直在想說為什麼我們要做我們現在的工作 而且我對 Kevin 分享非常印象深刻 其實這是我第二次聽到他講到生命的改變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因為聖經最終目標就是為了應用要改變 還有他們的思考 就是改變我們整個人 所以我們來講到這個查經的這幾個步驟 當然在很有名亞洲書一章的二十二節 他就是說不要做聽到的人你要做行道的人 所以我們想到這個整個行道的概念 那我覺得今天早上我要分享的也就是講到這個應用部分 我自己個人的部分 有一次我在夏威夷的海邊 好在那邊應用了真是一個好地方 那時候我當時在帶SBS學校已經三年的時間 然後我就躺在地上有我的毛巾 看著天空想著金錢 這個是一個很符合亞洲的一個話題喔 然後我在想金錢的時候 特別上下我應用在一個基督的肢體裡面 還有我們怎麼樣管理錢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 那這個金錢跟柯納島的這個Y1B有什麼樣的關係存在 然後那個時候呢 柯納島曾經面臨一個很大的壓力的時候 就是在面臨金錢的壓力 然後我就躺在那邊一直想說生 一定有一個更好的方式來做吧 然後我一直在想的時候 忽然間有一個想法出現 那你要怎麼樣在聖經裡面找到智慧 那我當然有真言啊 然後神就跟我說那你就好好研究真言嘛 看看真言怎麼樣教導金錢方面的概念 然後其實呢幫助我整個一直研讀聖經一個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就在真言裡面一直找任何事情可以教導我金錢的概念 那我已經算不清我到底呢 在那本書裡面關於這個主題念了幾次了 那當然是絕對超過SBS規定的五次 那其實呢神也帶領我這樣一個主題 可以稱為我將來教導還有我人生指引的一個方向 那一個我要鼓勵你呢 就是在真言書的二十二章 在第七節 好我是新一本 財主管轄窮人欠債的做債主的奴仆 那這只是在真言書其中的一個分類而已 但是呢這是一個很好的上下文教導我們金錢的觀念 好那我躺在那邊一直在想我要怎麼把這個應用在我的生命 還有在柯納基地裡面呢 那神呢就開始鼓勵我去教導在學校裡面這個概念 Judy and I for a period of time had lived this way anyway but now we really began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what Proverbs was telling us that we wanted to really apply that with zeal in our lives and in the lives of our students 所以呢其實我跟Judy已經過去有研究這個主題 可是到現在這個時刻我們決定要大發熱心的 來應用這個概念在我們生命裡面 然後那後來呢在這個幾個禮拜以後 我到Judy的基地見他們的領袖 然後呢我們就看著整個基地走來走去覺得 哇神真的很祝福這個基地 然後有的是我真的有被驚訝到說 哇這個真的是很大的基地 然後神就告訴我說這個呢就是付清了 然後我就問他說哇這怎麼付得清啊 然後我就想說其實大部分世界各地的外賣基地都還沒有付清 所以呢神就把我帶領到真言書22章7節這裡講到欠債地做債主的奴徒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他說你做了一個學校就是這個聖經研讀學校的 然後這個人就分享說 然後這個人就分享說 而且呢要嚴肅地應用 而且呢要嚴肅地應用 因爲呢其實這個背後的含義可以遠超過我們自己的生命 就算我們自己不順不費命 這背後的含義還是影響深遠 所以呢 所以呢你回到這個SBS的國際網站裡面 我還是鼓勵你喔 我還是鼓勵你喔 還有你的同工就是常常把資料在這裡更新喔 讓我們彼此鼓勵知道發生好事情 好我們也放在所有Podcast裡面了 所以呢基本上的研讀聖經方法基礎已經在裡面了 所以呢在基礎裡面的應用這個部分就是我所講的部分 And when we get to this third step Notice here it says this will take some time and waiting on God 好那講到這個步驟這裡說 會不會花一點時間必須要等候神 And then the next sentence says don't take this step likely 所以呢下一句話就是講說不要小看這個步驟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have observed through the years with some of our students is they spend so much time doing other things in the text 然後呢我自己觀察好幾年 學生就是花很多時間在觀察這個經文 Either their VRI or color code or whatever 不管是他們背景資料他們在上設等等的 And then it comes time let's say fiv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when that book is due And then we just想說五點要交作業 And it's three thirty And it's three thirty And it's three thirty And then you're gonna go oh my goodness I've got to do application And then you're gonna go oh my goodness And then you're gonna go oh my goodness And they may have spent fourty hours doing everything else And they may spend forty hours doing everything else And an hour and a half an application 所以他們可能就是我好幾個小時做其他的 然後可以有一個半小時來做 電療 所以這個背後的含意是我們成為老師的人 要教導他們好好怎麼管理時間 那當然我們自己成為好法人一樣 好好管理自己的時間才可以教導給他們 所以在基本上的應用部分 我們會說這裡的基本真理是什麼 好那在22章7節真言的時候 這一本書是智慧書是充滿神的智慧的嘛 所以神就透過這個經文告訴我 真正你生活有智慧的方式就是不要有在務在你生命裡面 所以你想一個大應用的方面 然後呢我們開始具體 好然後呢我有觀察不同的學校他們在做嘛 那就是大部分學校規定說你指表每個指表都要有應用 好我覺得這個是比較不實際的 所以呢心理學校要告訴我們 甚至在兩個月裡面 人的生命有要改變兩個事情都很難 好所以我們在告訴人說每個學生說你每個指表你要找到可以應用的方式 你才可以帶來改變 所以呢我們有超過500張指表 所以呢我們期待學生在生命裡面改變500件事情 所以呢我們期待學生在生命裡面改變500件事 所以呢我們期待學生在生命裡面改變500件事 但是呢科學家心理學生告訴我們這是太瘋狂的事情 但是當然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我們要回歸到真實面 所以我會挑戰你們的一個想法 如果這本書裡面 學生可以有做出一個很好的應用 那就很好 所以兩三年前我們在蒙大南基地的時候 Judy跟我就有跟當時的學校領袖聊一聊 然後就有個學生來跟校長說 我不要做應用的 因為我不相信說真的每一個我做出來的應用會發生 那其實這個東西 Judy已經考慮很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他們討論了很久 所以後來我們做出一個結論在蒙大南基地我們是要一本書做出一個應用 所以我們用這個東西來思考剛剛我給你們的這一段經文 如果真言書就只有這個學生學到這個應用 就算他的整個事工都只應用這個東西 那我們只要就是不會有債務的問題 所以你想要整個基督的肢體喔 只懂這個真理就好 那我要告訴你 如果是這樣的真理被應用出來 在這裡沒有任何一個人會對經濟財務有掙扎 然後我們都知道這是事實嘛 因為我們知道有些教會光是付停車場的費用都有增長 因為他們就是有建築物的負債嘛 本身的仿貸很高 所以一直帶到宣教士的時候他就很難支持這個宣教士 所以你光是帶那一個真言的經文你就可以看出帶來整個世界的改變 所以我會強烈鼓勵只要一本書有強烈應用出來的東西 我會強烈出一個真理那我覺得很好 所以第二個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具體應用在個人生命裡面 好所以再來我們會問問題你用剛剛的經文來問這個問題說 我應該在我生命採取什麼樣的改變 如果他們沒有欠債物他們要做很多不同的決定 他們可能要開始很多小東西不能買了 那開始因為事工很多事情不能再買了 因為他們要還錢給銀行 然後他們就開始拆派宣教士到地籍去 然後呢他們就開始拆派宣教士到地籍去 來我要介紹你們一本書喔 好就是無債的教會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兩個作者他們就是訪問整個全美國很多很多的牧師齁 然後他們在這些拜訪的教會裡面發現教會很容易就分裂成兩個 那這個呢很容易的一個清楚界限就是有在的教會跟沒在的教會 好然後他們就開始呢訪問這些有在的這些充滿智慧的這些長老啊牧師 他們的生命裡面有壓力 然後會影響他們的婚姻 他們的小孩也被影響 因為呢因為壓力的關係他們有的還甚至考慮要離婚 這只是單單因為沒有好好的考慮一節睜眼裡面的經文 所以呢你會問說那只要一個應用一本書有一個應用 真的可以改變世界嗎我要告訴你絕對可以 然後呢另外一個呢我們要什麼 還有其他的改變我們要怎麼帶出這個改變 那當然你要從一個有在變成無在 有的時候需要花幾年的時間 那很多人因為債務甚至自災都有 很多時候呢我們發現在美國他們進到教會裡面 進到大學以後也有身上有信用卡 好所以呢最近我們在教會裡面也聽到這樣的分享 就是他們的小孩呢因為有信用卡在所以自災了 所以我要鼓勵你你要觀察一下你的事工領袖 然後呢當他們比如說要採買比較一些資產或者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想一想說欸聖經怎麼說 然後我鼓勵你說告訴他們喔不要這樣做喔 好在莫特納的前十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覺得很棒的事情是人會聽 所以呢現在呢好幾十年後呢大家都是覺得要有這個觀念不要有在物喔 然後呢我現在不用拍桌 現在有其他人會拍桌說建議不要進入一個債務的狀況 所以呢只要一本書有一個應用 然後我們就說要把這些改變呢帶到神的裡面禱告 好所以呢在網站上你還看到很多應用的部分那我會再講兩三點 好有三件事情呢在應用裡面你要注意的 第一個呢就是錯誤示意經文所帶出來的應用 好他只是呢光光示意這個經文可是沒有懂 好我們可以走進銀行裡面然後就對著銀行所有的行員 含著這一節經文真言的經文 我們也可以做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畫一副土 我們也可以做很多應用的畫一副土 關於說無債務沒有債務這樣的土啊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嘛 我們可以演一齣戲嘛 我們可以放一首歌 你的群組可以放一首歌 放它在YouTube 關於Proverbs 22.7 然後也可以寫一首歌嘛 說沒有債務啊然後存在銀行裡面等等的都有 這不是應用齁 好 真正的應用是真的走到銀行裡面 然後把口袋錢包拿出來把這錢說還清我要還我的債務 然後我們就跟銀行說謝謝你貸款給我這是最後一次了 這才叫應用 這才叫應用 所以呢我看到說我幾年來觀察有的人示意非常有創意也帶出非常有創意的應用 所以真正的應用是雅各書一章二十二節真的有去行道出滿 好 所以呢很多時候我們在YY裡面在教會裡面常常觀察到 我們對某個真理非常有情緒有感性 可是呢之後跟上來行動沒有呆出來 然後呢有時候教會就是這種狀況 好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傳道呢就是大大發火的這個講道 然後下面開始大哭 然後有一些教會會開始發抖做很多奇特的事情 那當然我要說神想影響我們的情緒 但是呢這個並不會還清你的債務 好很好聖靈來動工太好了 那如果是真言二十二章七節不一定會這樣發生吧 如果真正的聖靈動工這一節經文應該是你站起來走到銀行 然後錢包拿出來付錢 所以呢我們不要就是只有這個應用卡在情緒而已 好當然呢我很喜歡這些有情緒的反應 有時候我自己也很感性 但是我們要很好的分辨說什麼樣是情緒什麼樣是真正的應用 好那另外一個就是說有可能的挫折能會發展出沒有辦法看到快速的結果 這個挫折也沒有辦法帶來這個人生命的改變 2001年的時候神對我們的基地說話 然後呢我們甚至沒有禱告說我們要還清我們的債務 所以呢但是呢那時候就是神的掌權然後就進到一個領袖會議 所以呢就這樣子我們開始償還我們的債務 所以每一個月呢我們就是採取步驟到銀行還錢 那當然呢會有一些挫折因為呢這要花好幾年的時間才能還清 但是我們還清了 那這只是幫我們基地應用出真言這一節經文 花了一點時間 那一個呢我要給你們應用方面的建議 神的心意是我們要訓練我們的學生領袖來鼓勵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不要這樣說喔你這兩個禮拜以來都沒有改變 所以你一點都不在乎應用 這個人呢可能他對於應用是非常的嚴肅看待的 而且他有被光照喔 但是呢有些時候神給他的話語要帶出來的改變 有些時候需要花幾年的時間 來我們來想一想我們當初自己的年代 我們現在所在的年代 好我們這個年代就是在乎什麼都要很快速 iPhone 6 coming out soon iPhone 6要出來了 And we know what it's going to be faster than the 5s We know that 好我們也知道他就是會更快嘛 That's the generation we're in 好我們就是在這樣的世代裡面 但是呢對於真理的應用並不一定是會有快速的感覺 而是代表這個應用是我們刻意故意要一直在我們生命裡面活出來 那在傳道書裡面的一個智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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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是希伯來書裡面我們有講到亞伯拉還是我們的信心之父嘛 那所以呢我要鼓勵你當我們看到這個學生還要應用他的真理的時候 然後你開始想說這可能是很漫長的一條路 我覺得是我們的工作 我們呢要好好的鼓勵他們就是活出這個應用 所以呢他們要花走十步才能到達那裡 我們要當一個好的拉拉隊長 那當然有一些東西是需要立即的應用 但是呢有一些真正生命的大改變跟他命運的改變齁 是需要時間的不會很快 好而且需要努力堅持的 如果我們要當一個人的生活 會幫助他們成為一個人他們想成為神的 我們必須要鼓勵他們 當他們要鼓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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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真正看到這個人生命的大改變 當他們活出來跨出那第一步在往前走的時候 這一場道路我們一定要好好地為他們加油 那當然哭泣很好啊 好當然被聖靈扑倒也好啊 但是呢還有三十五里路你一定要走 所以你應該不要再哭了可以站起來了往前走 這個是應用 很棒 好當你在應用真理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好的耐心 而且很多時候你是往前走兩步 有時候不小心又退後一步了 然後你就想要怎麼我怎麼才走半個而已啊 我走遠了怎麼又回來了 好 好 所以你都在往前走兩步 在退後一步沒關係 但是你已經走一大步了 我們一定要成為認真在應用這些人身上的啦啦隊長 而且我要鼓勵你你要成為你自己生命裡面的啦啦隊長 好 好 我要跟你分享一個故事之後我們要下課 然後呢他說有一群人心起來呢要來用石頭打死大衛 好 而且那節經文裡面就是講到說在那個時刻呢大衛他鼓勵自己在神裡面鼓勵自己 所以呢我真的相信我們要常常對自己也為自己來鼓勵 好你要想一下當時大衛王他處在一個多麼黑暗的狀況裡面 沒有人告訴他他是多麼厲害啊 那當時不會有人跟他說大衛你這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但是大衛鼓勵了他自己 那我們自己呢在應用神的話語的時候也要成為這個角色 所以呢有的時候我們要這樣做 然後說羅斯密斯你就是要站起來你就是要往前走 你已經跌倒了999次 但是呢你要知道你起來一千次了 所以呢不用再哭了不用再被生命鋪倒了 就是往前走快那一步的時間到了 我們也要為學生來這樣做 我們也要為學生來這樣做 我們一定要為同工這樣做 那我自己個人意見在SBS裡面工作量這麼大 所以呢這個真正的所帶來這麼大的壓力呢 真正的壓力會帶來生命的一個改變 會彰顯生命裡面的問題 所以呢我覺得呢我是鼓勵就是要來獻討我的心 就是要來獻討我的心